《世界自行車日》 今天是世界自行車日 很高興能夠跟這麼多的車友 一起來參加 義後的第一場大型自行車的活動 那 2050 近零探牌是全世界的目標 也是我們臺灣的目標 那麼自行車旅遊 是全世界環保減碳的重要措施 也是很有特色的觀光旅遊方式 那這幾年 臺灣的自行車運動風潮越來越盛行 我們除了要全力發展我們的自行車產業 也要大力的推動在地化的自行車旅遊 那我們的交通部在這幾年 打造了更多元的自行車的路線 那推動相關的旅遊服務 還執行自行車車道的修繕計畫 那這些都是為了建立更友善的自行車的環境 那臺灣是擁有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 從海岸到山林 從城市到鄉村 自行車的騎乘路線 能夠滿足不同的自行車愛好者 那不論是想要做休憲活動 環島旅遊 或者超越極限的挑戰行程 都是可以在臺灣實現的 那我知道有許多國外的自行車好手 也會特別來到臺灣 挑戰困難的單車路線 也有許多外國的朋友 透過自行車的漫遊 深度的認識 臺灣自然景觀和濃厚的人情味 那就在上個月的月底 來臺灣觀光的旅遊人次已經突破兩百萬人 那我們今年的目標是希望能夠達到六百萬人次 那所以我要拜託在場的車友們多多幫忙宣傳 邀請身邊的外國朋友來臺旅遊 親身的感受臺灣的美好跟便利 那麼政府也會持續的來努力 提供更友善和安全的自行車騎乘的環境 以及提升觀光旅遊的品質 待會 我們大家就要一起出發 包括我了 邀請大家用不同的速度發掘臺灣之美 也為推廣節能減碳共同盡一份心力 祝福大家騎乘愉快 謝謝 謝謝大家